大家好,欢迎收看大侯实际 今天分享鱼头好吃的做法 鱼肉嫩如豆腐,汤鲜味美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盆中倒入清水 将鱼头清洗一下 去除腹部的黑膜 将鱼头和鱼腹清洗掉黏液 放案板上对半刀开 将鱼头和鱼腹切开 鱼腹切成小块 鱼头倒开成小块 放入盘中 加入姜片 葱段 将葱段 姜片 装捏出枝叶 用葱姜汁进行腌制 切一些姜片 然后切成丝 蒜瓣切小块 装入盘中备用 葱姜片 切成小片 然后切成小片 装盘备用 洋葱切成后片 然后切成小块 装盘备用 锅中倒入食用油 放入鱼头 放入鱼头 煎制 开中火煎制 鱼块也放入锅中煎制 煎制地步定型后 白面 继继续煎制 煎制 表皮起皱 关火 砂锅中 倒入食用油 放入姜蒜 拌炒出香味 下入洋葱块 拌炒 蒸洋葱 拌炒散开 放入鱼头 和鱼段 加入一罐啤酒 再加入适量的剁椒酱 加盖 大火煮八番粥 然后放入青椒片 点锐一下 美味的剁椒鱼头 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鱼头 汤汁鲜美 吃起来鱼肉滑嫩 口感香辣 喜欢的朋友 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